作为狗狗来说 最萌的时候莫过于小时候 简直是谁见谁行动 可是往往岁月不饶人 没想到当初那么可爱的你 变成了这个模样 我自己感觉挺好的呀 你不是说我一辈子都是你的宝宝吗 说话要算数啊 我不论从小到大都是萌萌的 所以主人最喜欢带我去兜风了 只是今天的风好像有点大 我有点后悔和主人出来了 主人 咱们不是停车吗 你在海家酥了呢 你就不怕宝宝被吹的 你都不认识了吗 在风中你永远无法做一个 安静的美男子 很多时候菜不符合口味 你也要自己想办法 老板 给我来一瓶可乐 我要干了这碗饭 以前听过可乐鸡翅 没想到还有可乐泡饭 做菜好吃是种什么体验 就是连小动物都忍不住过来偷吃 我没有偷吃 我只是看看 拜托你以后偷吃完也擦擦嘴行吗 养动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养的都是吃货 那你吃饭的时候就要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一个人都不够吃 你们这么多猫 我怎么分呢 别说分着吃了 就算你单独为猫咪准备的美食 它也不一定接受 快点给我解释清楚 我真的长这么丑吗 猫咪 这是生日蛋糕 也就图个开心 别在乎形象了 可以吗 回家路上买了个西瓜 老板说 让我知道什么是生瓜和熟瓜的区别 本以为他在吹嘘自己的熟瓜 没想到是这样的 请问老板 这个瓜我在等多久吃比较合适呢 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做一台电视 为什么要把我切开 财产分割也不用这样吧 好凶残的一对夫妻呀 我才是最受伤害的那一个好吗 说了不准点榴莲披萨 这是谁点的呀 出来和我拼命吧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这披萨还没有你的脚抽吧 对吃的 我从来都是很挑剔的 但是自从看到了学校的标语 我决定要好好珍惜食堂的饭菜 好有情怀的食堂 我们还是接个点外卖吧